中建 中建五局 落龙开元一号 要农民工要让的 就是一拖再拖 一直不给钱 没办法了 只能报警 发到网上吧 看看有多少路数街头 我感觉都是工厂害的 就因为现在很多工厂工业太低了 简直就是账不到钱 根本好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嘛 又辛苦又累 而且有些工厂还要白夜班工资又不高 所以导致好多人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嘛 没工作怎么办呢 只能又没钱 只能路数街头呗 那有什么办法 我只是对系统队员 可能我这个视频发出就会很多人骂我 但是工厂的工具真的是太低了 没几个人受得了了 大家看一下 我发现一个八九岁的老人 这个前来不亮的 你这个天亮还有一个小时 就是啊 就来这个蘸坛卖 买这个杂货的 买这个手扁工艺 看看这个老先生大概得有八十岁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看一下 这是七个小老池 这是个小老池 七个小老池过来赶回来 啊 我在这个池里都照着不太方便啊 我把这个池没有打开了 我看一下 这个老先生有八十岁啊 买这个手扁货 有八十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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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不到六天了啊 我们这里七天命 不到一个 里面还有一个小时了 提前的话来赚他 他如果来个玩意儿的话 怕这个别人可能会 怕不够买 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因为那也是七八十岁 我出来拿钱 我告诉银行出来啊 给大家提一个醒 刚才我差点就上到了 所以赶紧录个视频啊 告诉一下大家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 就在刚才呢 我去银行办理银行卡 排队排了快一个小时吧 录到我办理的时候 刚主被切字 工作人员说啊 机器网络出现了问题 于是就给我换了一台机器来办 这个时候呢 又过来一位工作人员 我是办理什么业务的 帮我拜卡的那个故意儿说啊 我是办理银行卡的 拜到一半啊 机器坏了 现在呢要重新办理一张 这个工作人员啊 他就特别轻切的说 那我来帮你拜吧 然后啊 他又把我带到了旁边的一个窗口 说是要切一下字 我就没多想 切字呢也是一个正常的手续 我就跟着过去了 他拿了一张单子给我 顺便把我的身份证号和名字呀 全都填好了 让我在最下面呢 切字就可以了 带领个人理财产品的设计书 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说 拜卡和这个有关系吗 他说呀 这是你银行卡自带的 你直接切字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肯定有毛 你就没有钱 我拿着单子呢 就去找刚刚给我办理的那个柜 我说我就拜个银行卡 怎么还有个理财产品呢 你们为什么要让我切这个呢 他看到我有点生气了 然后他就说 你不想拜就不拜了 也不强求 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欺诈 要是坏了不识字的人 或者是老人 人家跑来银行办理从前业务 啥都不知道 自己的钱就成了别人的 想想都后拍 现在我就想给大家说呀 很多银行现在都在用这个手段 大家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啊 一定要提高警惕 最近资金有点紧张 我们上午 我跟那个房产中介打电话 吹一吹他们 干净让他们把我们那个公寓卖掉 但是房产中介说 现在要卖的话还要再降5万 我一听特别生气 我说不卖了 本来我们已经半价卖了 现在要再降5万 我们不能赔了一大半吧 唉太坑人了 你说现在年后了 经济也都有说复苏了 房产经济听说也 现在好多了 听说房价也涨了 但是为什么还要再降价5万呢 我真搞不懂 本来我还想着 现在卖应该 价格能卖高一点的 不知道中介是不是坑我们的 等一会我们去别的中介 再去问问 多问几家 比较一下 毕竟卖房子嘛 不像卖白菜一样 我要真不是缺钱的话 我真不卖 因为现在年后生意也好了 但是资金都转不过来 没有办法 打入中介说要再降5万 卖不卖 不卖 不卖 现在已经11点半了 我们提前下班 去找几个中介 去问一问 比较一下 均价高到6173 6100多 6100多 就是我单说吧 我不是说亚单价很低 因为咱说吧 如果想卖真想卖它 多高也卖不适 就这么回事 那才20多万 要6000多的话 卖30多万 卖试试 不行再调价 我这个意思 咱也不行 这肯定是卖的越高了 是不是 我们刚从中介那边回来 中介的意思是说 现在公寓的均价是6000多左右 我们家的户型是朝阳的 而且就是看海的海景房 价格应该会比均价高一些 中介建议我们 把价格挂在35万左右 他说假如没有人看房的话 这个价格再往下降 感觉够呛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挂35万 已经挂了一年了 没有一个人看房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西洋市 南红广场 那么这边一个商业街里面 咱们今天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人 这有个红房子 哎 我说绝对这红房子见到这 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你看看哪有人啊 你敢相信这是商业街吗 其实他这个地方 他之前 他前面建那个立交桥之前 他生意都不行 然后建完立交桥之后呢 然后生意还是这样 我都感觉我现在 就剩我一个人啊 就是我一个人啊 咱们一会去看 去二楼去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的商户 这是出租 这边也是出租 以前这个地方是可是人山人海啊 这还有一个华为 这个华为在这扛了好多年了啊 啊 真顶扛我都觉得 还是有钱人呢 真顶扛 里面还有个汽车的 这前面是长 前面前面搞一个打篮球的地方了 可以啊 这可能是没啥生意 之前没有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娱乐设施 没有这个篮球架子 现在可能是没人吧 搞一个篮球架子 给这旁边的小区小区人做做贡献吧 太惨了去二楼看一下吧 哎呀这太难了我跟你说 所以说这个 虽然说疫情结束了啊 这实体店生意 我感觉还是还是别干为好 谁干谁都掉进火坑里 准备旺货出租房间出租 你敢相信这之前是人山人海的商店吗 那边咱要不要看 咱看 郭美也倒闭了 郭美 我都歇意了 这像不像鬼屋啊 我就见了一个打扫卫生的 郭美电信 咱们去看三楼 三楼是餐饮 找都关门了 哎呦 我终于见到一个人了 可能是打扫卫生的 还有一些培训 培训吉他的机构 还有音乐真心 那边咱即将开业 敬请期待 哎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开业了 好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